欢迎来到Muzik古典乐斗知诗的时间 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华格纳 一起来看看写出众多壮阔精彩歌剧的华格纳 人生舞台上发生了哪些不输八点档的夸张情节吧 华格纳旅居过许多国家 不是因为观光 而是为了躲债 还曾因参与的起义失败而被通弃 但欠钱又挥霍的华格纳 人凭着一身才华备受女性欣赏 还吸引到粉丝金属帮忙还债 可见她个人与作品挡不住的魅力 华格纳的首任妻子 是任职歌剧院时认识的当台女女歌手敏娜 两人婚后很快就为了经济与个性问题争执不休 先是敏娜外遇富商一度私奔 华格纳也接连出轨偷吃 两人有名无识的婚姻 一直拖到敏娜病逝才若木 华格纳的才华吸引了富商卫生东克的赏识 慷慨赞助疏解她的债务 她却外遇富商夫人疏解极磨 两人在艺术哲学方面深有共鸣 这段柏拉图式婚外情也激发华格纳写出卫生东克歌曲集 格据崔斯坦给伊索德等创作 李斯特很欣赏华格纳的才华 亲自演出推广她的音乐 结果华格纳却跟李斯特私生女科西马搞外遇 差点气死李斯特 科西马丈夫毕罗崇拜华格纳的音乐 亲自指挥推广,隐忍到两人私奔还生子才只好忍恨离婚 敏纳过世后,华格纳正是续贤科西马 这段老少配也互相扶持到华格纳过世 1857年某天,华格纳向朋友们朗诵 吹斯坦与伊索德诗篇,在场者有敏纳 友人卫生东赫夫妻与毕罗夫妇 原配小三、准小三跟受害人夫们竟然齐聚一堂 可说是集结了作曲家古往今来 人情列障的奇异场景啊 华格纳有一位头号狂粉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他年轻时迷上华格纳的音乐 登基后立刻帮偶像还债 赞助他创作 盖了华格纳歌剧主题的城堡 也出钱帮偶像圆梦 筹建拜鲁特节庆剧院 国王砸钱追星的程度 除了引发朝野抗议 他也因为对华格纳的狂热 被怀疑其实是同性恋 哲学家尼采也诚是华格纳的狂热粉丝 两人也因艺术观合拍成为望年好友 互相激发创作灵感 为彼此作品推广辩护 但相处久了尼采越觉得华格纳 脾气差又自大 直到他参加拜鲁特音乐节的 尼贝隆指环首演 对音乐内容跟会场氛围不满 狂热变黑粉 开始著书批判 到华格纳过世后 也持续跟遗族比赞争润 华格纳超级喜欢狗 养过好几只宠物犬 当年他赶不及参加前妻的丧礼也无所谓 却不能忍受童年过世的宠物犬 被仆人擅自草率埋在院子里 特地冲回家挖出爱犬重新后葬 老年也将过世爱犬葬在自己预留规划的墓地附近 华格纳生前曾被八卦媒体外流过一份服装订单 上面对荷叶边群称跟蝴蝶结等设计的指定太过详细 便产生他有女装癖的传闻 后世有研究称 他因为皮肤疾病才只能穿绸缎 或将他的服装癖好解释为双性恋象征 华格纳晚年转性 大力推广起素食 但他本身的健康情况 却不允许他真正吃素 华格纳也无法舍弃山洋葱香肠汤的美味 他搬到拜鲁特后发现的爱店 猫头鹰餐厅现在仍有开业 持续供应这道华格纳的爱菜 今天的Music古典乐斗知识分享就到这里啰 想知道更多音乐家冷知识的话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